新北市供辽区第七届龙州锦标赛将在5月30日举行 这次共有17队来自四面八方的好手队伍报名参加 也是历年来队伍最多的一次 堪称是最具竞争力的一场龙州赛事 为纪念端午传统节日宣扬民宿活动 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渔民出海捕鱼平安买债而归 并鼓励全民运动发扬团队合作精神 供辽区第七届龙州锦标赛 共吸引各地17队将在5月30日通场禁忌 对啊 有啊 很老人 对 很老人 这样每年基本上很好 对我们狙虎也很好 因为都白白 工地这么清晰 平安 那今年大概就已经算40年左右的一个历史 那每年这样办都对地方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盛事 尤其我们在办的之前都做一些进港的活动 也祈求让渔民能够整个风调一顺 然后能够大丰收 今年也感谢大概我们渔会特别组的男生队女生队各来参加 我们今年总对数又是突破在以往更多的对数 大概男生队有12队女生队有5队 今年冬州赛报名队伍男子组有12队女子组有5队都是东北角的机关团体组队参加 除了正规赛以外还特别增加开放民众现场报名体验滑龙洲 让观赛民众也能有机会体验传统民俗活动 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同乐 我想竞争也是蛮精彩蛮激烈的 那我希望说整个是希望整个在这样的氛围里面 也都欢迎我们乡亲能够多多来参与 我们有可以可以来参观 我想我们相信今年的盛况会更热烈更热闹 区长表示供疗龙洲赛已经是端午节地方上的一大盛事 每年都吸引上百人参加场面相当热闹 也希望借由龙洲赛表达祈福 让渔民接下来都能渔获满满 风调雨顺满载而归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